7月27号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 目前我省新冠病毒疫苗已累计接种2523.01万人 累计接种4,315.31万剂次 此外 按照国家统一安排 我省于7月份开展对15至17岁人群接种 计划8月份启动对12至14岁人群接种 疾控专家表示 我国现有的几种新冠疫苗对德尔塔变异病毒 仍然有可观的免疫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 新冠疫苗接种后中和抗体持久性至少在6个月以上 细胞免疫也将发挥作用 疫苗的免疫持久性仍在持续观察之中 目前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者 暂无需进行加强针刺的接种 本台报道